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99年4月20号 我在美国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 在那场车祸里面 我伤了一条神经线断了 我在美国昏迪了两个月 大家想看两个月 我不不 一直有朋友跟我讲 在那边的费用 出来有一天 我跑去的时候 我坐轮椅 在那边的这首 一直我的乒乓和狗 我跟他父亲坐在一旁 变得一出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不停地问 我不停地追 不停地笑 她在流泪 她在流泪 可是难过 我的神经线断了 令到我的右眼根本就开不起来 现在我的世界 只有周边这里而已 我在里面看不到 我要留泪 我要留泪 一帝我那里回来 嗯 我个人不来 如果不停地回来 我不停地追 我不停地追 不停地 做得起车瓶了 我拿下之力 讲一下笑话,不要过去笑 让我不要说,对不起 我讲笑话 连我自己都不能笑 我的脸这里已经硬了 把什么奉献一天,我一朋友 这个吹下来 我想笑,我还用手指头 我用手指头看,我的手指 也不停看 一只奉献给大地 随便奉献给季节 我拿什么奉献给我 我的天娘 我拿什么奉献给季节 我用手指头说 我那天真是... 我那个奉献 这一奉献给季节 我是多么的开心 我可以用我左手去打我左脚那位置 听说你之前的眼珠是不能动的吗 是不是不能动的 那时候大家注意 还有你的眼皮啊 是以前这里掉了下来 然后现在又有改善吗 我以前这半点点全部垂了下来 包括我的眼皮 因为我这里神经线断了 根本就控制不了我的幽灵 还有你服饰了细胞食物之后呢 你能自己的起床吗 大概服饰多久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起床 谢谢你提醒我 我服务西方食物过后 我可以从床上自己爬起来 一个多月 最近两个月 之前我从美国刚刚回来 我根本不能自己起床 就算我放了到床 他喜欢我 但是我最感谢的不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 最想的 谢谢大家 很慢 所以我今天我们更洽的 您可以拥护 你听到他 怎么没用 我扔成了